山陀尔的脚步缓慢 不过外围环流在南区也降下了好大雨 多像之前在地震、风灾灾负工程 以及变道也传出了灾情 县长徐真伟一号的下午特别南下 一路进行勘灾的工作 也确保工程工区的安全 呼吁民众在台风天尽量扫外出 注意自身的安全 从30号至今 仍在海上流布前进的山陀尔台风 从30号至今 外围环流在南区降下了好大雨 先前不论是0918还是0403地震 或者台风灾害地点严重受到了破坏 县长徐真伟下午南下一路巡视堪灾 从清水崩塌地到被冲回的轮天变道 在一路巡查花七属县石屏崩塌路段 以及副里乡蚊子洞变道 最后到玉里镇高辽变道 马不停蹄的县地堪灾 要求县政府建设处施工单位 在台风期间确保工程工区的安全 第一个我们的考量是第一个 因为花莲经过了0403 北区的0403 南区的这个0918 那在这今年这期间都有上千次的这个地震 所以有全线的部分尤其是在0403之后 我们新崩塌区啊 全国新崩塌区是940几公顷 大概有935公顷是在花莲 等于说99%的新崩塌区都在花莲 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谨慎面对 风沛的雨量造成吸水暴涨 冲毁、复理、轮天、文字洞 以及玉里镇高辽、长梁 共四条变道 而随着山土耳台风逐渐逼近 南区四乡镇区域连外道路 也受到严重考验 县长许正位除了是线刊 确保灾富工程可能受到的影响程度 也建议民众台风期间 尽量减少进出灾富区域 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张敏泰、石玉兰综合报道